本期话题 前列腺增大有什么影响 该怎么治疗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前列腺增大 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来说呢 可能我们对年轻人 有时候你做了个 这个体检 做了影像学检查 比如超生 告诉你说前列腺增大 那么这种增大 它是没有任何临床意义的 比如我们平均 我们成年人的前列腺 大概是20克左右 也就是我们说是20毫升 那么有些人的前列腺 可能长到30毫升 那么实际上来说 这种差异来说呢 它是和我们的 就像我们身高一样 比如有的人身高 是1米75 有的人身高 就长到1米95了 如果它没有任何 临床不适的症状来说 我们是不需要特殊处理 它就是一个生物性变异 那第二来说呢 我们前列腺增大 很多是一个中老年 那个疾病 那么它是一个 与年龄相关的 一个退行性疾病 我们临床上有一个 这个流行病学的统计数据 简单来说 就是说是40岁的人 有40%的人 有前列腺增生 那么我们表现的 当然就前列腺增大 那么60岁的人60% 80岁的人80% 像来说 它就跟我们长的 这个白头发呀 长的皱纹 是一样的 但是呢 就是说是 因为尿道 从前列腺里面穿过 当我们增生的 前列腺组织 挤压尿道 影响我们排尿的时候 这时候才会对我们造成一些 生理损害 对吧 影响我们排尿的本身 甚至来说影响一些 病发症 像膀胱结石呀 尿路感染呀 膀胱过度活动呀 甚至肾积水呀 肾功能呀 这时候才会 才会造成损害 所以说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 前列腺增生的病人 如果说没有临床 任何的不适症状 那对排尿没有影响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治疗 那50岁以上的话 我们建议每年进行一次 前列腺的体检 那对于有一部分人 因为增生的前列腺 挤压到尿道了 那么挤压尿道的话 这时候我们会出现 一些排尿异常的症状 那么比如说我们临床 把它分为处尿器症状 比如尿贫 尿急 对吧 那么的话呢 比如像这个排尿器症状 比如我们尿等待 尿线变系 尿无力 还有就是我们说 就是说是这个 排尿后症状 比如鸟不进 尿低利 当这样的话 我们说 这些病人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医生经评估 可以进行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 我们说前列腺增生 我们主要治疗下尿路症状 我们现在所有指南都叫 前列腺增生 腊齿症状 那我们最常用的药 比如说叫 α受体组织剂 它主要是松弛前列腺平滑肌 那改善我们排尿症状 那还有一种 我们叫 无二法还原没抑制剂 它是可以使前列腺缩小的 也可以改善前列腺症状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就是新型的各种各样的药物 有些药物治疗无效 或者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那么这时候 我们才选择手术 所以说呢 我们对于前列腺增生的话 我们并不用过分的担心 那么的话 我们只是定时到医院里面 进行这个诊断 有医生帮你评估 制定你的将来的一个处理 一个方案 字幕志愿者 杨栋竟筹 字幕志愿者 杨栋竟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